各位飆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朱仔 今晚朱仔的家人設宴 所以朱仔去喝 所以拍完這段影片 我就下班了 現在是下午5點多 朱仔今晚不用等朱仔 不用30點多等朱仔出片 鏡頭前面這隻 就是Citizen的Eco Driver Pilot的手錶 Citizen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他挺厲害的 第一件事就是Eco Drive 我相信很多是日本手錶的標迷 一定知道的 因為星神的光動能 他真的性價比 穩定性 都是做得比較好的 我個人的意見 覺得他某程度上 在這個範疇超越了精工 一來Eco Drive 是他第一個註冊 歷史最悠久 二來就是他做出來的 穩定性 甚至乎很多時候 你用過星神的光動能手錶 十年 十一二年都不需要 換過電池 這個是 星神的Eco Drive 第二件事 我覺得他比較厲害 就是設計方面 他設計這個Pilot的手錶 他真的是聖人一籌 比起東方 甚至乎比起精工 這些飛機師面的手錶 精神是做得不錯的 從價錢方面 入手 他確實是性格比高的 從設計方面 他也是比較專業 好了 先看一隻錶 藍色的方性性文標盤 再配搭了一個指南針 左右轉動的藍色Basel 一個飛機師面的元素 十二點位置 有三角形的黑度 再加上十一二四五七八十十一的阿拉伯治 也有三小圈的設計 六點位置的小圈 我們一起看看 小秒針盤 小秒針 右邊位置 是24小時顯示盤 左邊位置 是計時馬錶針 這個計時馬錶針 朱仔做了手腳 我特意移動了 移動了一分鐘 當你開始環節 開始後 可以重新 但有時候不能重新 其實是可以重設的 當我們拿起錶冠之後 拿起錶冠之後 我們按死按按鈕 抱歉 拿起錶冠之後 按住這個按鈕 看到我現在可以調整那支 抗腦針 但我一直調整的時候 這裡就一直轉的 是的 其實我在調整那支抗腦針 可以調整到12點位置 就算你這支抗腦針 當你重新抗腦針 它搭不正的時候 都可以調整得到 回到正的 這個 我就不再移動了 其實我試給大家看 因為有個標迷經常問我 抗腦針不正 是壞了還是什麼 其實就不能調整 現在開始抗腦 這支我就調整回去 已經調回到12點為止 現在已經搭正了 好了 再來看看 凡親三小圈 紅貓 這些PILOT和紅貓 都是有同樣的缺點 就是它的日力槍 比較小 在4至5點之間 因為整支錶 放太多東西 已經很擠 再放了日力槍 它確實是比較小 難看一點 但整支錶的整體佈局 它做得挺漂亮 真的挺豐富 也有一個內影的測速 測速內影 再加上一個可以左右轉動 藍色的不銹鋼 拉絲的BASO 上面做了不銹鋼 有指南針 下面做了九雅坑的打磨 下面做了九雅坑的打磨 好了 錶觀位置 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管 上下兩個按鍵 就是CORNO按鍵 剛才試過給大家看 拿起錶觀之後 我們試一下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六點多鐘附近 這些位置 我們半格教過日力槍 半格我們向下轉動 教過日力槍 現在1號 再去跳到 就是這樣 好了 先看夜光 整支錶 除了外形之外 夜光又如何呢 時分深加上黑度 上面的點點 夜光也是很帥 夜光很清晰 好 除了夜光部分之外 它採用了什麼光動能機芯 它就用了Milta自家的機芯 就是這個B620的光動能機芯 這個B620的光動能機芯 充滿電可以走到九至十個月 都比較厲害一點的 因為有些差一點 走到六個月左右 這個走到九至十一個月 另外呢 就是那個光動能電池 一般來說 它的珠仔經驗 十年都先需要更換一次 所以非常方便 十年都不用管它 照燈就可以了 好了 也有低電量提示的機芯 當它低電量的時候 它就會兩秒跳一下 這支秒針會兩秒跳一下 所以也有過度充電的功能 就是不需要怕充過龍會充壞它 也不會的 好了 整體就說了功能 我再給大家聽聽 我們看看顏色的配搭 藍色的九眼鏗打磨也挺漂亮 這個角度看看 另外就是 你看到它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不受鋼 側邊部分做了拉絲 我自己挺喜歡這個位置做拉絲 因為呢 挖花了的時候 真的不會那麼覺眼 當然挖花肯定會有的 但是挖花了沒有那麼覺眼 我配備了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我們看一下那個玻璃 有一點球面的 打側體也是 那個玻璃也很放大鏡的 球面這樣 好了 錶帶方面 看一看錶帶 錶帶也挺有趣的 挺漂亮的 這條錶帶也挺有趣的 做了一條實心的不鏽鋼帶 你看到錶帶不是平的 有一截突起了 一截突起了 那條錶帶也挺實的 好了 整隻錶帶的重量 161克 161克 那我試一下 磅一磅給大家看 看錶扣 錶扣就是CITIZEN的標誌 上面是Laser的 按按掣打開 做了光身的薄橋 好了 試一下磅一下 看多重 磅出來是160 160 159克 160 160克 那跟它的規格差不多 它的規格就寫161 好了 整隻錶就是 錶底 先看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底蓋就不是花了 有塊膠膜 上面寫是CITIZEN 它是B620的機心 10個BAR的防水 Stinger Steel EcoDrive 有一個膠膜 珠仔未滅 BAR就是膠膜 不是那個錶 放心 好了 這隻錶的 錶徑也挺好 整隻錶的佈局 到顏色的配搭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它有個白色的 但它的白色不是純 不是實白色 所以我反而不太喜歡 我喜歡這個藍色的放射性紋錶盤 尤其是這隻錶 襯條藍色膠帶 很帥 好了 43mm的錶徑 43mm的錶徑 厚度是13mm的厚度 而那個Luck to Luck 就是49mm 49mm 好了 試試戴上去給大家看 什麼感覺 這隻錶很帥 我自己覺得 譬如我今天這樣 穿一件長袖襯衣服 都很容易襯到 Smart Casual 好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這隻錶的建議零售價 先跟大家說說 星神官網是2980元的 建議零售價 豬仔推介 便宜過54折 1598 1598 1598除2980 就是53幾折 便宜過54折 非常之超值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聽清楚 豬仔是有三隻現貨的 1598 有說明書 和保證 都齊齊 做一年保用 另外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豬仔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豬仔趕著去喝 不跟大家再說 明天再見 希望你喜歡 豬仔今天第三條片的推介 這隻 星神的PILOT JKC系列 千多元真的有多划 難怪我三個月前 那時候介紹都很快 一些錶迷買了 應該是七月份 最近才能回到貨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如果上次沒有買錯過了 這次把握機會 多謝 拜拜